台北市内湖区去年3月是发生了一起抢案事件 而当时一名被害女子到银行提领了500元的现金之后 竟然就是被歹徒当街刑抢 而事后女子到警察局来做笔录的时候 她是急着离开 让警方觉得非常的不对劲 一查之下发现竟然就是诈骗集团的黑吃黑的案件 而这名被害女子其实也是诈骗集团的车手 当时她到第一间银行提领500万现金 第二次她又到了第二间银行领了195万元的现金 而没想到竟然就是被同集团的成员 教唆竹联邦的红人会的分子一路跟随她 逮到机会就下手心抢 而事后一伙人也在新北市的瑞芳被逮 而警方也查出这是一起诈骗集团的黑吃黑的案件 而施林地检署最后则是将主嫌还有9个人 依照诈欺还有组织犯罪的罪嫌起诉 请不吝点赞订阅